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陈宇飞她到底跟家里边有什么解不开的矛盾 她其中又隐藏了多少不为人知的事事非非呢 来看今天的节目 这是我父亲 这是我妈妈 弟弟之前海洪山也是我车的 我妹妹那些的确量裙子也是我车 全家人的衣服都是我装的 如果说能自己装衣服会省下很多钱吗 在家里面 看着旧日的全家福 陈宇飞充满了感慨 她说作为家里的老大 又有裁缝的手艺 年纪又比弟弟妹妹大得多 是她辛辛苦苦地帮着爹妈 把弟弟妹妹带大的 我就每天给她洗尿布 天天早上打完早餐就洗尿布 洗得那个手都裂了 裂了还有家里面做饭 还要劈柴嘛 一劈柴 一用力 那个裂的地方就开始蹦血出来 就蹦血出来 成家的生活一开始并不富裕 大姐成宇飞在家堂厂做工人 妹妹成薇薇在医院里当收费员 小弟成健跟已经退休的父母住在一起 一家人的日子过得清贫却很安稳 那个时候他们根本不会想到 成家会和巨富豪门 这些词沾上边 转机发生在1989年 那一年呢 成宇飞辞职下海经商 成宇飞最开始的时候开了一家饭店 后来呢 她经朋友介绍 接触到了刚刚兴起的拍卖业 她马上敏感地意识到 这是一个大好的机会 我97年恢复拍卖坊 我在上海学习 当时拍卖时的含金量还是很高的 2001年 已经在拍卖行业 积累了一定经验的成宇飞 成立了自己的拍卖公司 还让弟弟成健 也进了自己的公司工作 此后的短短几年间 成家飞速积累了巨额的财库 这是广西南宁的一排 由车库改建的商铺 这是广西北海市银滩的六栋别墅 这是广西东兴市金滩的 86亩带开发的土地 这些个资产 全部登基在成家人的名下 据估算 总价值在3000万左右 从普通的工薪家庭 打拼成了当地的富豪 成家人承认 这多半是大姐成与飞 苦心经营的功劳 把我们创造了财富 把我们家庭家族带上了一个致富的道路 他真的是个很善良 很能干的一个大姐姐 那个时候谁也不会想到 几年之后成家的骨肉亲情 就会四分五裂 变化发生在2012年 当时的弟弟成健 找到了大姐成与飞 说自己想离开她的拍卖公司 分家单干 以前大家做生意还是有商有良 到后面已经变成一个独断 专制的一个人 永远我们都是要替她服务 她永远不会替我们着想 然后我就提出我要分家 我想自己出来干 我说好啊 我要300万现金 我一听我也没坑声 我还要两个车库 要一套房 也是在这年的年底 已经出国多年的妹妹程薇薇 回国向程宇飞提出了自己的要求 她永远跟我提出 来我公司帮我做 要我给她年薪30万 她说我一听 我哪有这么多钱支付啊 那我也没应她 然后她再问我要80万 我还要回去买房 美国买房 在程宇飞看来 弟弟妹妹这是狮子大开口 然而程建和程薇薇却说 他们提的并不是无理要求 因为当初 他们姐弟三人之间是有协议的 我们现在手上的那些房产 产产 现金什么的 我们平分三分 每个人都有30% 腰感 你想我这个体积真的很好 很贴心 会更加的卖命 你知道吗 就是这种感觉 程薇薇说 这是一份口头协议 没有写成书面材料 当时呢 她和弟弟程建表示 不要三分之一那么多 只要一小部分就可以了 只要我们名下的东西 我们不想多样 因为毕竟是他们是领头羊 所以只要你们名下的东西 几个是什么 我要我名下的房产 车库 程薇薇要她名下的别墅 原来啊 程家在南宁市的商铺 和两套住宅 登记在了程建的名下 北海市的六套别墅 登记在了程薇薇的名下 这次呢 程建和程薇薇 就是要跟大姐程宇菲 要回自己名下的这些财产 而家族财产中 剩下的东兴市的那块地 是大头就留给了更有事业心的大姐了 但是呢 程薇薇和程建的要求 遭到了大姐程宇菲的拒绝 程宇菲说啊 别墅 商铺 这些个资产呢 虽然是登记在了弟弟妹妹的名下 但是实际出的人是她 应当归她属 而且呢 她和弟弟妹妹之间 根本没什么口头协议 弟弟妹妹如此急切地要分财产 是另一种财产 那么到底什么样的事情 让弟弟妹妹急于分割财产呢 稍后我们接着往一看 前面我们说到了 程家姐弟三人起了纷争 弟弟程建 妹妹程薇薇 都要求拿走自己名下的财产 按调来讲啊 这个很正常 但是呢 姐姐程宇菲说 这些个资产呢 实际出的人是她 而且呢 他们之所以要急于分财产 是因为怕自己再婚 担心你要再婚 再婚的话呢 可能这个财产就没 摸到人家手上 凭什么程宇菲 以后一嫁出去了 就带给别人 原来啊 程宇菲离婚已经十多年了 这些年呢 忙着打拼事业 感情上的事情 一直没时间考虑 如今呢 她这些年 拼搏积攒的家产 已经足够全家人 过上安稳的生活了 所以她的考虑 和当时交往的男友结婚 可是让她没有想到的是啊 她的这一个决定 却遭到了弟弟妹妹的激烈反对 我妹妹呢 是通过我这个弟 去调拨我父亲 她说如果这个时候 你不去争取啊 不去什么 那程宇菲就不会给她钱了 你儿子也没有机会去争钱了 程宇菲认为 弟弟妹妹就是怕自己再婚 财产外流 还急着要分家的 他们的这种态度 让她感到寒心 而接下来发生的一件事情 更是让三姐弟之间 矛盾是骤然升起 原来程家位于北海的别墅 和南宁的房产 虽然登记在了 程薇薇和程建的名下 可是房本却都是在程宇菲的手里 程薇薇和程建 分财产的要求被拒绝之后 他们就瞒着程宇菲 挂失了原来的房产证 重新申领了房本 而且程薇薇 已经以280万元的价格 卖出去了一套别墅 程建也以89万的价格 卖出了一套住宅和一套商铺 程建还和租户 重新签了合同 商铺的租金受益 就从程宇菲的拍卖公司 转到了程建的手中 知道了这一切之后 程宇菲愤怒了 得知弟弟和妹妹 偷换房本的消息之后 程宇菲第一时间 想到了东兴市的86亩土地 和当初购买的收入相比 这块地的价值 已经翻了十几倍 程宇菲知道这笔资产 现在同样面临着危险 原来当初买地的东兴公司 虽然由程宇菲是出资开办 但是公司注册的时候 股东登记的是弟弟程建 和父亲程家人 程宇菲担心 弟弟会偷偷地处置 这块价值千万的资产 于是赶紧想办法 做了工商登记的变更 然后就发现 我的公司的股份 已经被变更了 我就知道 我永远不是他的对手 程建说 公司当初开办的时候 是一百万的投入 那是一家人的钱 自己和父亲分别 占了60%和40%的股份 现在大姐程宇菲偷偷 去做了变更 股东变成了大姐和他的儿子 这根本就是明目张胆的抢夺 为此呢 程建到东兴市公安局举报 说程宇菲利用职务之变 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 将股份变更到了自己名下 涉嫌职务侵态 2012年的6月 东兴市公安局 对程宇菲立案侦查 几经辗转 程宇菲找了一个农家院 躲了起来 这几张照片就拍摄于那个时期 就这样 程宇菲成了被全国通缉的犯罪嫌疑人 挺沮丧 可以说也挺绝望 换个地方就流泪 换个地方就流泪 程宇菲说 自己亲手带大的弟弟 竟然如此无情 这让他如万贱穿心般的难受 然而弟弟程建表示说 举报大姐完全是律师出的主意 他也没有想到会搞到了 网上追逃这种严重的地步 程维薇也说 他和弟弟并不是想让大姐去坐牢 我当时陪我弟弟去的 我曾经把他搞到检察院 其实不是我们的本意 作家 都是他编出来的 这个女人心态毒了 在程宇菲看来 弟弟妹妹之所以诬陷自己犯罪 就是为了趁他被警方调查的时候 好卖掉东兴的土地 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 程宇菲找来了律师 律师调查之后认为 程宇菲是公司的实际出资人 根本不存在侵占公司财产的问题 他们把案件的情况写成了材料 递交到了各个部门申诉 他们看了这个材料 说这是一个民事行为 不应该搞刑事 2012年12月 东兴市公安局调查认定 因被控事实属于经济纠纷 不构成经济犯罪 撤销了对程宇菲涉嫌 植物侵占罪的侦查 程宇菲自由了 之后他开始了反击 程宇菲的第一次反击 便是起诉弟弟程建 要求确认自己 才是海天公司的实际出资人 弟弟程建只是名誉股东 不享有股东的实际权益 注册腾计的100万注册金 是从他的账户里面 转到这个公司里面 法院调查之后认定 证据表明 海天公司注册资金100万 由原告程宇菲的银行账户支付的 而被告程建 未能提供其向海天公司 出资60万的证据 所以判决程宇菲 为海天公司100万注册资金的 实际出资人 享有投资权益 被告程建只是名誉股东 程建不服 提起了上诉 二审法院维持原判 程宇菲的第一次反击胜利了 紧接着 他又提起了一起民事诉讼 被告是弟弟成建 这次他要求法院判决 他才是南宁房产的真正所有权人 并且要求变更房产登记 对于大姐的控告 程建说 这一批房子是他在2003年 跟程宇菲借了100多万购买的 眼下他借程宇菲的钱已经还清了 因此房子理所应当归自己所有 最不利的事实就是这个房屋 所有权是登记在被告的名上 我们国家法律规定 不动产以登记为准 南宁的这批房产 确实是登记在成建的名下 但是程宇菲说 不能仅仅看登记 关键是要看谁出的钱 当时房产登记在弟弟名下 另有原因 当年这批房产是因为 某企业无法偿还银行的贷款 而被拍卖的 程宇菲的拍卖公司 经办了这种业务 当时房产没有人要 留拍了 而程宇菲看准了这批房产的价值 以弟弟成建的名义买了下来 第一个我们是从这个出资了 这个整个的购房款 全部是有缘购房支付的 是什么样的东西 是银行的转账的凭证 第二个是从管理 和使用占有的方面的话 我们有证据证明了 这个房屋购买了之后 一直以来到发生纠纷的 的时候 那个租金全部是由 原告房来收取和使用的 法院查识 关于买房资金的流向 原告程宇菲 有付款转账的证据 转账款合计 115万多元 可以分别对应 不同房屋的价款 而被告成建 只是笼统地说 向原告程宇菲 借款约100万元买了房 却拿不出任何的证据来证明 你借了程宇菲的钱 你是向公司去买房 但是你的钱 你应该交给出卖人 他没有 对对对 他没有相关的证据 他手上他是没有合同的 因为他这个借款的 下面列的要素都没有具备 比如说有约定 有款项的流向 法院最终认定 购房款由原告程宇菲支付 商铺和住宅 长期由程宇菲管理收益和使用 当初只是为了办理权证的需要 使用了被告成建的名义 这并不代表这些个财产 就是成建个人的不动产 南宁市江南区人民法院 做出了判决 11个商铺归还原告程宇菲所有 成建已经卖出的一个商铺 共计89.5万多元 返还给原告程宇菲 被告成建收取的 68万多元的租金也要返还 成建不服 提出上诉 二审法院基本维持了原判 那么赢了这四场官司 程宇菲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吗 并不是 他还有跟妹妹的别墅纠纷 那些个别墅当初买来的时候 20多万元一套 现在价值都翻了十倍不止 那么程宇菲跟妹妹的别墅纷争 又会是什么样的结局呢 前面我们说到了 大姐程宇菲接连赢了四场官司 可是那事情还没完 她说别墅还挂在妹妹名下呢 而且已经被妹妹卖掉了一套 现在妹妹已经去了美国 那么这些个别墅又能不能追得回来呢 这几栋别墅就是本案的标的物 2002年购买的时候是20万元一套 目前价值早就已经十倍不止了 他们也是程宇菲的拍卖公司 拍卖的抵押物 程宇菲说根据法律规定 作为拍卖的一方 她是不能参与竞拍的 所以就让妹妹出面 自己出钱拍下了这几套别墅 你看就是这一笔 133万2千027万 对 准处的账户呢 这里就在这里 这里有 这里有 从这里 这个账户就是陈李世代 陈薇薇的账户 可是被告陈薇薇的说法完全不同 她说当初大姐呢 只是给她提供了建议 买别墅的钱 是她跟别的亲友借的 谎谎 你问她敢对着镜头向前 大家说吗 我就问她 你03年你领多少工资 去地医院查一下 能借130万 那个年头是万元户吧 10万元已经很大了 后来我们到银行 调取有关这个 她的账户的 钱款的来往情况 最后再查到这个钱 这个购房这个款项 确确实实是有陈李世 实质出资 最终南宁市中建门法院判决 陈宇飞胜诉 陈宇飞有购买和管理别墅的证据 而被告陈薇薇 无法举证自己买房款 120多万的来源 在和弟弟妹妹的这几场官司当中 陈宇飞都胜诉了 可是事情并没有就此了结 让陈宇飞没有想到的是 很快她又被卷入到了另外的两场官司里 而这一次陈宇飞成为了被告 陈宇飞胜诉之后 房本都是依照判决做了变更的 可是面对法院的执行 弟弟陈建表示 自己没钱偿还房款和租金 执行法官查到 陈建的名下 还有一套商铺 可以作为被执行的财产 然而正当他们正准备扣押的时候 行动却被一个女人叫停了 我们查封了之后 他就前妻他就跳起来了 他就说是 他跟陈建已经离婚了 我不是被告也不是被执行的 法院不应该查封 我名下的商铺 原来在案件的二审期间 陈建和妻子离婚了 根据离婚协议 陈建名下的住宅和商铺 都无偿赠给了前妻 法院执行局的法官 对这个情况做了调查 我们在执行当中 可以认定她是夫妻共同债务 即使她转到她前妻的名下 我们也可以直接对这个商铺 进行个查封 最终 南宁市江南区人民法院 不但查封了商铺 还对拒故执行法院判决的成建 采取了拒留措施 而另外一边 在北海市 陈宇飞又被妹妹陈维威 告上了法庭 陈维威拿着一份 已经过世了的老父亲的遗嘱 向法院起诉了大劫 陈老父亲在遗嘱里说 自己在海天房地产公司 有40万元的股份 要留给二女儿陈维威继承 2015年老父亲病逝 现在陈维威起诉到了法院 要求继承这笔遗产 这个时候作为被告的陈宇飞 陷入了巨大的痛苦当中 当年为了确认海淀公司 100万元注册资金归属的那场诉讼 她只是起诉了弟弟成建 只要求确认成建名下的60万元 是自己出资的 并没有起诉父亲陈家人 去主张她所谓的40万元的股份 陈宇飞说 她不想做女儿 状告父亲这样的事情 可是让她万万没有想到 父亲竟然留下了这样一份遗嘱 更让陈宇飞难过的是 她注意到 父亲的这份遗嘱 进行公众的日期 就是她刑事立案 往上通缉的第二天 这就是我的悲哀吗 这就是我的亲生父亲吗 这边在追踏我 这边在下这个遗嘱要整我 目前这起案件正在审理之中 而法院还有一个姓彭的先生 起诉陈宇飞的案件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陈宇飞曾经以280万元的价格 卖给了彭先生北海的一套别墅 后来因为成家姐妹打起的官司 导致房子无法过户 现在收了钱的成薇薇 人在美国 彭先生想追回那280万 是难上加难 而房子又判给了姐姐成宇飞 于是彭先生就把姐妹俩一起告到了法院 要求成薇薇返还购房款280万元 成宇飞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目前彭先生起诉的这件案件 还在审理中 这么多年来成家的纷争 不像难以理清的账目 厚厚的判决书和证据卷 能说明的是看得见的事实 说不清的则是变换的人气 熊猫血孕妇生命危在旦夕 坚持一下 坚持一下 两分钟就好 一分一秒 都是生与死的战场 起压160 飞托马压150的吧 飞托马压 最终他是否如愿 顺利生下期待许久的宝贝 熊猫血妈妈的心愿 拍案明晚播出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